位在彰化西州的27路上有一部自小客车在凌晨三点多被人发现起火燃烧 虽然消防队马上出动灭火但整台车已经烧得面目全非 而锦销怀疑很有可能是人为纵火 凌晨三点多这部停在路边的自小客车突然起来 整部小客车瞬间烧成一个大火球还冒出阵阵浓烟 三更半夜警察赶来了消防车也火速抵达现场 半夜火超车车主还不知道 直到天亮起床之后看到自己的车变成这样好傻眼 我是白天起来才知道的 因为我要互相 你本以为是要偷东西偷不成就 就早上的时候家人就觉得奇怪就分析出 是不是有想到要偷车子东西 然后车里面有没有直接东西然后才会这样吧 火灭了整部车也已经烟目全非 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火警车主也一头雾水 不过警销怀疑很有可能是人为纵火 干我干你 有人跟人家有跟人家结缘吗 应该没有 没有 当然结缘了吗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 他平常停这边吗 因为修路之前就停在对面 修路之前就停在对面 对面别人家 暗夜发生火烧车幸好没有波及其他车辆 但是车子无缘无故烧起来 想来想去车主的心里还是很不安 借成梦辉彰化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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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